嗨,大家好,这里是乐八频道 今天我们收获了两枚新板 看看看看,拿着新板的小姐姐们 潘一斌喜获了CJ Nelson 对,这个是一块95的 95的longboard 然后它算是一个比较traditional classic longboard 然后就一个fin 比较适合走板 但是这个没有骚解了这个新板 宽头稳,所以小姐这个应该走那个hand-five-hand-ten比较好 这就能hand-five-hand-ten了 来来看看这边这块吧 橘色的 美,solid的 厂牌solid 那是98的 98的厂版 版型跟明明那块挺像的,也是traditional的 classic longboard 哇,太酷了 来来来 小avocado avocado little orange and avocado ok,既然我们买了长板 就要开始练习长板tricks 对吧,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不是应该斜跑 第一步,先找找重心吧 找找重心,然后斜跑 对 往左往右跑一下 对 练练鞋跑 练练鞋跑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要进化到 cross step cross step完了以后就是hand-five-hand-ten 目前我们是要摸着走 加油加油,两位小姐也加油 好,我们要换衣服 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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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记得点赞 订阅以及转发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有新的推送 好,那我放了 好,放吧 然后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斜跑 那我就给大家大概分享一下 就是几个斜跑的我自己总的要领 然后斜跑的第一步 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浪 就是你要看你背后的浪 然后决定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状 因为你要找清楚你的浪的头和肩 因为浪的话brake是从头开始的 它是有方向的从左往右brake 所以说你斜跑的时候一定要跑对方向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看浪 然后当你决定好这个浪 你要左跑还是右跑以后 就是到了第二步就是说你开始追浪 就是到你的paddle 然后你paddle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浪是浪头在我的这边 那我就是要我这边斜跑 然后paddle的时候你其实大部分时间 还是要垂直于浪臂直着paddle 但是只有在最后两三下的时候 你要看向你想去的方向 比如说这样paddlepaddlepaddle 然后最后两三下 你要看向这边因为我要往这边跑 要看向这个方向 因为这样一看的话就会让你的板 稍微的产生一个角度和浪臂 这样看然后paddlepaddle 最后两三下枪有力的paddle 然后包括你起蹭的时候 也是要看一下你要去的方向 这样然后起蹭 就是这样 然后看着你要去的方向paddlepaddle 然后hold pop起来 起来的时候要做一个这样转向的功能 就是这样 是怎么转向呢 就是包括还是你的眼睛去带动 眼睛看向你要去的方向 转头转肩再转腰 然后最后再转腿 所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姿势 这样一下 然后你的板就会这样转过来 然后转过来以后 你就可以比较放松 就不要再转了 因为再转的话就会overturning 你就会拐到浪后面 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挂着浪臂携走了 OK 今天我们就准备下海练习一下 实践 OK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冲浪时候 你的目光带动身体 带动板转向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吧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pop up撑板的时候 双手的位置对转弯的一个影响 好就以我之前冲的比较好的一个浪为例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好回到paddle的位置 paddle的时候我基本上还是垂直于浪臂的方向 只有一点点角度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获得最大的速度来抓住这个浪 然后当我pop up撑板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我的身体会有一个明显的转向 同时撑板的双手在板上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inside reel的手靠后 outside reel的手靠前一些 这样的好处 一是可以打开我的肩膀 让我的上半身在pop up的时候已经面向我要去的方向 二是这样可以给你的inside reel更好的施加压力 防止你在比较抖的情况下从侧面被掀翻 同时给inside reel施加压力 可以帮助你的reel更好的lock in在浪臂上 这样当我pop up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处于一个斜跑的状态了 好了 这些就是我对于冲浪拐弯及斜跑的一些体会 以后还会分享更多给大家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哦 我们下次再见